蘇緯 昨天狀況到底是什麼回事 昨天其實是我們明年度的總預算 要復毀之前 市長要到議會來報告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年包含姐妹室的預算 還有包含雙城論壇的預算 都沒有執行 那我就藉由在質詢 這個預算的執行狀況 跟成效的時候 就問到說柯文哲 柯市長 你過去最常講說人家抹紅你 你是中共同路人 今年國慶日的時候 蔡英文蔡總統提出四個堅持 是依照台灣的主流民意為基礎所擬定的 結果你說什麼 你說他是廢話 你說這個大家都知道是廢話 那為什麼這個我講就是中共同路人 蔡英文講就是台灣價值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污蔑嘛 你根本就沒有把台灣 這個台灣的主流民意放在你心裡 把總統的話當成是廢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覺得 他不想被抹紅他也可以講啊 他每次如果認為說 他的兩岸論述都被人家誤會的話 我昨天給了他一段的時間 讓他可以好好的去講清楚 他的這個兩岸的論述 然後把這個所謂他認為廢話 理所當然的事情 把他念一次啊 結果我問柯文長說 你認為他是廢話理所當然 那你可不可以念 他說可以 我怎麼會不敢 我說好那你開始念 他說我為什麼要念 我不是小學學生 你又不是我的小學老師 我說你說你敢念 你又不念 你又說你人家怕人家把你當成中共同路人 你不是很矛盾嗎 後來他就越來越想起你知道嗎 我說那你就念啊 然後他就開始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一個議員的質詢時間在議會的總質詢 只有四分鐘 只有四分鐘 柯文哲柯市長給你拉一下 他就他時間就過了 所以我一直就是要求議長把時間暫停 柯文哲如果他願意敢念的話 那就把他念出來啊 可是很遺憾的 他就是一直這個顧左右 他後來爆氣啊 他是說什麼黨政軍退出媒體是誰的什麼政見 他昨天他昨天就真的暴怒了 他就說黨政軍退出媒體是誰的 這個哪一個黨的政見 可是前一天 不是才有鏡週刊的記者爆出來 柯文哲在市政府接見他的網軍側翼嗎 哦 是啊 所以誰有網軍 我不曉得民進黨一直被柯文哲指稱 我們有網軍 我們有哪一個政治人物 把自己把網軍拉到市政府去討論的 唯一只有柯文哲 我蠻遺憾的啦 就是說昨天我給市長一個機會 他自己敢說他自己說他敢講這個四個堅持 我給他講 他又不敢講 然後浪費議員的時間 結果昨天一開始我回想之後 回去大家都很生氣 因為大家都說 他嗆我是大學教授啊 媒體給他報導之後 他就很生氣 他下令 他的市府的發言系統 黨的發言系統 甚至民眾黨的每一個立委 都必須要寫一篇臉書來罵我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 我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我在議會給市長時間講好兩岸的論述 因為我認為他未來 明年也會去姐妹室交流 也會去雙城任何交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向全世界告訴他 他的兩岸 我們現在